出门买菜的时候,我掉进了下水道,被救时已昏迷不醒,可没想到在这期间,家中发生了煤气爆炸,老公当场死亡,我声泪俱下,一边哭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家里跑,邻居们都感叹,我和老公情义深重,只有我知道,我只是着急去看看我的成果。 毕竟不亲眼见到,我都放不下心啊,今日是周末,下着雨,刮着风,我早早地便起床,将房间打扫干净,将老公还没有抽完的烟盒子,悄悄拿到客厅,放在餐桌他平日里坐的位子上,那里也有一把打火机,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排骨,洗干净,焯了水,然后放入烧开的砂锅中,大火在烧开后,转为小火慢炖。 我家是二十多年房龄的老小区,六十多坪,是个两居室,即将要拆迁。 由于环境太差,很多人都已经搬走了,我们这栋楼,就只有我们一户了。 小区没有安装天然气,依然是那种十分老的煤气罐。 这种老小区的厨房,一般都是在客厅阳台上的。 风大,将火吹熄灭了一次,刺鼻的煤气味扑鼻而来。 我又重新开火,刚燃起来,很快又被吹灭。 我看了一眼,将窗户关好。 老公,家里没有山药了,我这会去菜市场买,锅里炖着排骨,你待会起床,看着点锅里。 老公喜欢吃山药炖排骨,但我不喜欢。 我每次切了山药,手都会红肿过敏。 他瞪着我,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,我都感冒了,你还让我做家务,你是不是想累死我? 我连忙解释,当然不是,只是我们家的煤气老旧了,很容易戏,怕有危险。 他不耐烦道,快去快回。 我吃完下午还有事,是去陪他和那个儿子吧。 他在床头找了找,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,只有一把打火机。 再给我带包烟,要黄鹤楼,二十那种。 好,不过我怕我记不清名字,老公你把烟的名字发给我吧。 他翻了个白眼,小声骂了句,没用。 随即,我手机上收到了他发来的消息,二十的黄鹤楼,两包,去老郑那买。 我勾唇一笑,外面下雨了,风大,我把窗户给你关上。 我将家里所有的窗户关上,卧室门没有关。 我出门前,拿了把伞,站在大门口,可以将卧室一览无余。 他在被窝里玩手机,不知跟谁聊天,笑得一脸春心荡漾, 与方才跟我说话的表情,完全不像是一个人。 我在心里道,老公,永别了。 我撑着伞,不行十分钟,来到菜市场,买了山药。 我经常在这家买,老板也十分健谈,我们聊了几句。 老板说,今日下雨,湿漉漉的,都没什么生意, 问我怎么大雨天还出来买山药。 我说我老公爱吃,今天好不容易他也休息,就炖山药排骨给他喝。 老板调笑,说我对我老公可真好,他可真有福。 我适时露出羞涩的神情。 买完山药,我看了时间,才过去十五分钟,回去路程十分钟。 我们那一栋靠近东门,人少,正大门在南门,要买烟,就要去南门。 从菜市场去南门,需要走另外一条道。 这条道没有监控,下雨天,更没什么人。 这条道一年久,已经坑坑洼洼,破烂不堪,现在已经将路围起来再绣了。 而人行的道上,有一个下水道口,盖子是打开的。 路已经被打得烂糟糟的,要通过这条道,必须经过这个下水道口。 为避免有意外出现的目击证人,我撑着伞,低着头,一脚踩在一颗石子上,重心不稳,我重重摔进下水道口。 机米的高度,并没有让我受很重的伤,只是身上有些擦伤。 这是令我没有想到的,毕竟我没有实验过。 但好在,我的右腿好像失去了知觉,我看了看,已经肿起了大包。 我想,应当是骨折了。 万幸,终于有拿得出手的伤了。 这下水道内,没有水,只有一些沉积的杂物,发着阵阵恶臭。 于是我把心一横,朝脏屋的地上狠狠撞去。 地上有一些不知名的硬物,我没有费太大的力气,便把头科的头破血流。 我看了看手机,十点五时。 而后,我将手机随意扔在一旁,手中提着的山药散落一地。 我保持着摔下来时,头着地的动作,倒在那,闭眼,像是昏迷了一样。 地上的恶臭,争先恐后地钻入我的鼻腔,令我恶心地想吐。 正如我面对我老公时那般恶心。 我的心砰砰直跳,下水道内很黑。 唯一的光源,便是那个井口。 但此时,井口被我的伞遮住了光源。 没错,我特意拿了一把双人的大伞,就是为了确保伞会卡在井口。 因为,这把伞,是我救命的道具。 我期待不要那么早被人发现,我掉入了下水道中。 一分一秒,都如此地漫长。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,我隐隐约约听到有消防车的警报声。 我心底一震,难道,成功了? 此刻,我恨不得立刻起来,去亲眼看看,我老公究竟有没有死。 但是我知道,我不能。 我必须要耐着性子,在这里昏迷,等待救援。 没过多久,我的手机传来嗡嗡的震动声,我没有理会,手机响到自然停。 我的手机都设置得震动。 紧接着,手机又开始震动。 隔着网线,我都能感受到对方那气急败坏的模样。 不过,都与我无关了。 毕竟,我现在还在昏迷。 昏迷的人,怎么可能会接电话呢? 又不知过了多久,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,紧接着,有人大喊。 有人掉下水道了。 我得救了。 好些人打了119和120,我迷迷糊糊被抬上担架,上了救护车,进了医院。 我的腿被打上了石膏,头上缠着纱布,左手背上,插着针,打着点滴。 护士将手机交给我,看着我的表情有些同情。 你之前昏迷了,手机一直响个不停,上百个未接电话,我们便接了,说是你婆婆。 我已经跟她说了你的情况,应该很快就来了。 我感激道,谢谢你。 请问我这个多久能输完呢? 我老公还在家等我拿山药,回去炖排骨呢? 护士看向我的眼神更加怜悯,还有一个小时。 你腿骨折,还脑震荡,好好休息吧,别想着排骨的事。 我知道她为什么这种表情,应该是电话一接通,我那好婆婆就先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顿。 甚至说了我老公出事的事,但护士为了我的伤情,不忍心告诉我。 我也很想知道,事情究竟怎么样了呢? 毕竟,我可是费了那么大劲,还将自己弄成了这浮贵样子。 若是没有成功,我会骂老天的。 很快,我便知道了我牵肠挂肚的答案。 婆婆不顾护士的阻拦,静止冲进来,啪啪两个巴掌,狠狠扇到我脸上。 顿时我的脸变肿得老高,嘴角出了血,头昏昏沉沉,额头上的伤也浸出了血。 这个老太婆,下手还是这么狠。 我被打蒙了,喊了一声妈,然后委屈地掉眼泪。 一个凶狠恶毒的恶婆婆,一个唯唯诺诺,受尽欺凌的儿媳妇,顿时便呈现在病友,以及护士的眼前。 她被人拦住了,没法再打到我,就开始破口大骂。 你这个桑门星,不要脸的贱人,是你害死我儿子,我要杀了你。 你这个贱人,为什么要出门,留我儿子一个人在家? 现在他死了,都是你害死的。 我要弄死你,让你给我儿子陪葬。 我呆愣住,失控问道,妈,你说什么? 谁死了? 你说阿超怎么了? 何超,是我老公的名字。 婆婆一屁股瘫坐在地上,失声大哭,嘴里却不停地咒骂我。 老公,我拔了手背上的针,想起身,结果因为腿上打了石膏,一下子摔倒在婆婆面前。 我哭着求婆婆,妈,你告诉我,阿超到底怎么了? 婆婆的巴掌,拳头,再次落在我身上。 我却丝毫未觉,不顾护士地反对,拿了手机,单腿就往外面跳。 这里是骨科,在门口放着一根拐杖,我心中暗自道了声对不起,然后偷了拐杖,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往医院外跑。 跑,我一边跌跌撞撞地跑,一边哭,后面婆婆也跟了上来。 在别人看来,我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事,急得命都不要。 只有我知道,我是着急去看看我的成果。 不亲眼见到,我都放不下心来。 小区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,警戒线将我家那栋楼都围了起来。 因爆炸引起的火已经被扑灭了,消防车已经走了。 在现场的,应当是警察,专门调查起火爆炸原因,以及死者死亡原因,要确定是意外,还是人为。 从外观看,房子被烧得并不是很严重,有些被烧过的痕迹,好在左邻右舍都没有住人。 这也是我敢用这个计划的原因。 何超该死,但我不能连累无辜。 警戒的警察将我赶走,我大喊,说那是我家,发生了什么? 我老公还在里面,求你们放我进去,求求你们。 我生死历劫,瘫坐在地上,绝望地嚎啕大哭。 下过雨的地上还躺着水,污水瞬间浸湿了我的裤子,以及我打着石膏的腿。 我脸上印着红肿的五指印,额头上的纱布浸着血。 配合着我生死历劫的哭嚎,任谁看了都会叹一句。 人间惨剧。 雨虽然没有某瓶却要生活费那天那么大,但也细细密密,打在我脸上。 雨和泪,根本早已分不清了。 可怜的我,三十几岁,就丧夫,成了可怜的寡妇。 老公还死得那般惨。 更惨的是,我没有孩子,经过这次打击,我以后日子,该怎么过哟? 这是我认真哭嚎的时候。 别人叽叽喳喳同情我的话。 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,拜婆婆所赐,整个小区都知道。 我还是个逆来顺受,勤快,又孝顺的人。 整个小区也都知道。 很快,我和婆婆都被带到了警察局。 不是派出所,是那种有法医,能查大案那种警察局。 警察审视的目光,令我浑身不适。 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房间,里面有一张桌子,三把椅子。 两个警察,一个负责询问,一个负责记录。 林女士,不用紧张,我们只是例行调查,你如实回答便好。 我垂着头,终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。 警察问,家里窗户为什么全都关炎了? 窗户严严实实,导致屋里浓度过高,无法排出,核超中毒,而后又遇明火,引发爆炸。 我很惊讶,关窗。 我没有关窗啊。 应该是我老公起来关的吧。 今天下雨,她又感冒了。 我走的时候,还听她抱怨,风吹得她脑门疼。 说到老公,我又红了眼眶。 警察,你锅里炖着排骨,开着火,为什么会出门? 我抽烟,老公今日好不容易休息,可以在家吃个饭。 他吃了饭,下午还有吃药出去,他最喜欢吃山药排骨了。 冰箱里还有排骨,所以我一大早便起来开始收拾,炖排骨。 但却发现没有山药了,老公便让我去菜市场买,他在家看着。 至于为什么一个大男人,要让老婆大雨天独自步行出门去买山药? 相信警察早就已经将何超与婆婆的秉性调查清楚了。 警察,你走的时候,何超是醒着的。 我点点头,嗯,我们都骑得早。 老公鼻子堵,起来吃了药。 警察,他鼻子堵,不通气。 我,是的,感冒流鼻涕。 他吃了药,很可能就会打瞌睡。 他鼻子堵,所以闻不到煤气味道。 警察,你出门的时候是几点? 一般人是不会去记一个平平无奇的事件发生在几点的。 我摇头,没有注意。 警察用最温和的语气问,似乎这是一个毫不重要的问题。 你买完山药,回来时,为什么会走另外一条路? 我突然走另外一条路,是很不正常的。 如果我没有走那条路,我不会发生意外,我会按时到家。 如果我在家,煤气一旦泄漏,我便会发现,及时开窗,便不会发生爆炸。 我老公也不会丢了性命。 我,我要去买烟。 警察,买烟。 我,是的,我出门的时候, 老公让我给他买两包烟,卖烟的地方,从那条路走要近些。 不然就会从靠近我家那个门那边去绕一大圈。 对了,我记不住烟的名字,我老公还给我发了信息。 我将手机微信打开,何超的信息映入眼帘, 二十的黄鹤楼,两包,去老郑那买。 老郑,就是那家小便利店的老板, 我老公经常在那买烟,聊得很熟。 老公经常说,老郑家的烟更正宗。 警察看了看,点点头,将微信上的时间记录下来。 我猜,接下来,他们就要根据我出门的时间, 去实验我步行到菜市场时间。 找到卖山药的老板,在沿途调查监控,或者虚造目击证人。 因为没有确定是他杀,所以调查不会十分严格,只会例行公事。 谢谢你配合,林女士,若是有什么问题,我们会再联系你。 从那小房间出来,遇到了婆婆。 她情绪失控,冲上前来,就朝我身上打, 我拄着拐杖,站不稳,又摔倒在地。 林婉,你这个扫把星,就是你害死我儿子,就是故意报复。 这个杀人犯,我要打死你。 我委屈哭道,对不起,都是我害了阿超,我不该出门的, 婆婆立声尖叫,你们听到了吗? 她亲口承认了,就是她害了我儿子,你们处着干什么,还不快把她抓起来。 她是杀人犯。 她一如既往的遗址气使,却完全忘了,这不是她的王国,这是警察局。 警察十分敏锐地抓到她话中的一句话,故意报复。 在详细问时,她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来,指一个劲让警察将我抓起来。 警察自然不可能乱抓人,她就骂警察被我这个狐媚子迷住了,被我贿赂了,她要去告我们云云。 一场闹剧,她也翻不出什么浪花。 我知道,第一阶段,我熬过了。 接下来,警察就要围绕故意报复,去查我与何超之间的福气关系,社会关系。 查。 我还怕你们不查。 狂风暴雨,即将来临。 我回了婆婆住的地方,但被赶出来了。 那套房子,是我与何超的婚房,一套三居室。 首付是我和我爸妈给的。 我找了个破旧的小宾馆,暂时住了下来。 很快,保险公司联系到我,说让我准备材料,办理何超身故理赔。 我沉浸在悲痛中,不做理会。 一个刚死了深爱丈夫的女人,除了悲痛,对其余任何事情都应该是提不起兴致的。 我知道,有的是人替我着急。 保险公司没有那么神通广大,被保险人申雇,他们第一时间就能知道,而且还催着人去办理理赔。 实际流程应该是由被保险人家属,或者受益人,投保人,进行报案。 我根本没有报案。 满心悲痛的我,不应该第一时间就想到老公的赔偿金的。 应当是小三村多婆婆悄悄去将保险金领了,结果被告知,要我才能领。 所以,保险公司才会给我打电话。 他们应当是准备在我将保险金领了后,再像以前一样,骂我一顿,再说几句好话,我就能乖乖将钱交出来。 何超的保险是意外险和定期售险。 不同于重级险,这两种保险的保额高,保费相对低,杠杆十分高。 当然,他不可能花钱买保险,受益人舔我。 一开始,这两份保险就是为了用我的性命来换取他们一家三口,加上婆婆,后半辈子大富大贵的。 我在保险单上签下字那刻,便是我下定决心要杀了何超之时。 我与何超是七年前,公司的同事,他长相出挑,待人和善,同事们对他评价颇高。 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,他有个致命的缺点,老家是农村的,家中有个寡母,一穷二白,在大城市无车无房。 对不起,不是贬低农村人,农村不背锅。 就算是本地人,但要买房,也要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。 而他的家庭背景,在我们的城市要买房立足,根本是天方夜谭。 他读的是普通大学,能力平平,家庭贫困,一切都平平,除非祖坟冒清烟,否则,这辈子也就这样平平凡凡,跌跌撞撞地过了。 大城市的女孩子,尤其是我们公司的,接触的都是高端的生意人,眼界自然高。 哪怕和超长相的确优越,但一看她的条件,女孩们还是敬而远之。 我家就是本地人,家庭也是平平无奇的工薪阶层。 但是,我家有房,两套房,一套爸妈住,一套就是这个老房子,是当年爷爷奶奶的房子。 爷爷奶奶过世后,爸妈继承了这套房子。 但房子太老旧,爸妈也早早就出去买了房子,所以老房子就一直空着。 我在公司也是平平无奇的一个小员工,扔在人群里都找不出来那种。 很自然,我们两个凡人,慢慢就走到了一起。 和超是很暖的人,对我很好。 交往三年,我们顺理成章结婚。 和超家中条件不好,我爸妈没有要彩礼,也的确对这个女婿满意,便给我凑了点钱。 加上我的积蓄,付了首付,买了一套小三室。 因不想房贷影响生活,首付付了七成。 房子写的我们俩的名字,婚后生活很甜蜜,很幸福,每天做饭,洗碗,打扫,做家务,做着传统女人所做的那样,相夫教子。 不对,我没有孩子。 结婚三年,我怀孕了,和超便提出,要将婆婆接到城里来照顾我。 我同意了,却没有想到,是我噩梦的开始。 其实一开始,婆婆对我挺好的,每天都问我想吃什么,她给我做,不要饿着她的乖孙儿。 我去散步,她会来扶着我,嘴里说着,不要累着她乖孙儿。 孙儿孙儿,我理解的是孙子和孙女。 起初我没有当一回事,小区所有人都夸我有福气,有个那么好的婆婆。 有一天,婆婆又一次将酸的难以入口的橘子给我吃,说她孙儿肯定喜欢吃,我便开玩笑。 妈,你怎么知道就是孙子,万一是孙女呢? 谁知,她当场就翻了脸。 说女人就是要生儿子,她只有和超一个儿子,若是不生儿子,他们家就断了香火。 生不了儿子的女人,就如同不下蛋的母鸡。 我很惊讶,没有想到,对我那么好的婆婆,竟然是这种封建思想。 晚上我将这个事告诉和超,谁知,和超也是同样的想法。 还说她妈一个人将她拉扯,大不容易匀匀。 哄了半天,我也没有再继续纠结,老人家都是这种思想, 而且我肚子里的,不管是儿是女,都是姓和,总不至于是女儿,他们就不要吧。 我太低估了人性的恶。 在我怀孕五个月时,和超带我去产检,婆婆也跟去了,只是那天,他们神神秘秘的。 从医院回来后,婆婆对我的态度,转了个180度的弯。 她一改往日的殷勤,整日对我横眉竖眼,指使我做这做那,嘴里还骂我没用的东西。 扫把星,要害他们和家段子绝孙,不下蛋的母鸡之类的。 我猜测那天,他们应当是使了什么手段,知晓了她儿性别。 直到,在他们的折磨中,我发生意外,五个多月的孩子没了。 我再也做不了母亲。 我是不小心滑倒,从楼梯滚落,昏迷不醒。 孩子缺氧,已经胎停,只能银产。 但我大出血,伤了子宫,差点将子宫切除。 病床上,我刚做完手术,麻药还没有过,我迷迷糊糊便听到有两个人在说话。 是婆婆和何超。 婆婆,我哪知道她怀的是个带把的。 若是知道,我怎么可能会在楼梯倒游,让我的乖孙孙就这么没了。 都怪那个医生,还有这个贱人,那么没用,连个孩子都保不住。 何超,妈,小声点,别说了。 婆婆,怕什么? 这个桑门星现在是个不下蛋的鸡了,你赶紧跟她离婚,重新找一个好一点,赶紧给我生了孙子。 何超,妈,这事不急。 婆婆,怎么,你还想抱着这个桑门星过一辈子? 何超,当然不是,妈你想,如果离婚,房子她得分一半,而且,她家里还有两套房,多不划算。 婆婆一听要分房子,立刻着急了,说一切听儿子的。 我大脑一片空白,简直不敢相信我说听到的一切。 我之所以滑倒,是因为婆婆嫌弃我怀的是个女儿,所以故意在楼梯口倒游。 我的孩子没了,我身体坏了,我再也不能做妈妈了。 而何超,我同床共枕三年的老公,也是任由他妈害自己的孩子,见我不能再生育,还要算计我的房子,跟我离婚。 那时,我恨不得立刻跳起来,将这恶魔般的两母子给杀了,都难解我心头之恨。 但我因这药物的作用,根本起不了身。 我冷静下来,细细一想。 第一,我没有任何证据,不管婆婆还是老公,都名声在外,当然,都是好名声。 没人会相信他们会害自己的亲孙子,亲生孩子。 第二,我才做完手术,身子差,根本不是一个常年做粗活的妇女,以及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的对手。 第三,如果我杀了他们,或者伤了他们,我就得坐牢,会连累父母。 父母这一辈子都老老实实,绝对不能有一个杀人犯女儿,给他们抹黑。 我决定,先按兵不动,养好身体。 或许是因为,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小愧疚,又或许是看在房子的份上,出院回家养身体那段时间,婆婆并没有太过苛待我,只是明里暗里地讽刺我。 我身体养好后,毫不意外,沦为了家里的奴隶。 而何超回家时间,却越来越晚。 我经常在她身上,闻到香水味,衣服上,看到口红印。 我经常趁着买菜的机会,去跟踪调查她。 很快,我找到了,她的小三,一个漂亮到有些妖娆的女人。 她肚子已经很大了,婆婆这段时间也走路带风,随时哼着小曲。 看来,是已经去检查了,是个男孩。 我偷偷在家中放了录音笔,监控器,我每天趁着他们睡觉后,独自欣赏。 他们商量如何才能让我净身出户。 方案有很多。 第一,花钱找人来勾引我,然后设计桌间在床。 我父母都是老实人,要面子。 他们可以以此威胁我净身出户,身子从我爸妈身上,咬下一块肉。 第二,将我拐卖。 电视上演了很多人贩子拐卖妇女的案例。 但他们觉得,人口失踪,要两年才能自动离婚。 而且我爸妈肯定会报警找我,风险太大。 排除。 第三,下毒,下慢性毒,让我身体坏掉。 但,我不是傻子,我身体不舒服,会去医院检查。 若是检查出来是中毒,我肯定会报警,会查到他们身上。 而且现在任何有毒物质都管控很严格,除非特殊人群,根本弄不到毒,所以也排除。 第四,让我意外死亡,只要我死了,他就是一个可怜的死了老婆的,有房有车的青年男人。 还是长得好看的,没有脱油瓶的男人。 但是,我若是死了,我的财产,我爸妈也有份,他们舍不得将钱分给我爸妈。 除非,我的死,带给他的利益,远远大于分给我爸妈的那部分钱财。 杀气骗保。 现在人们的保险意识非常强烈,要给孩子买教育保险,让孩子上学都有一笔教育金。 要给孩子买重疾险,趁孩子年龄小,将保费锁定到最低。 要给家庭经济支柱买意外险,重疾险,终身受险,毕竟明天和意外谁会先来。 各对家庭负责的人,应当给自己将保险都上齐全了。 万一哪一天发生意外,家里房贷谁还,年迈的父母谁照顾,年幼的孩子的生活费,教育费,谁出。 所以,买保险。 如果我死了,他们就能拿一大笔的保险金,只要买得够多,就能让他们后半辈子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。 而我死后,分给爸妈的份额,对于他们来说,就微不足道了。 我十分感谢他们,将各种杀人的方法分析得如此透彻。 确定了方法后,第一就是要先去买保险,然后再确定具体怎么实施杀人。 何超找了一个保险代理人,详细地咨询了什么样的保险花钱少,而且能拿到的钱多。 我做了手术,重疾险肯定排除,因为有免责条款,虽然有申雇赔偿,但是有等待期,90天。 这个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太久了。 而且,等待期内,不赔。 最重要的是,费用高,保额低。 保额,也就是最后赔偿的那个金额。 最适合的,就是意外险和定期受险。 终身受险太贵,保险代理人给他介绍的时候,直接否定了。 代理人便提出可以定期受险代替。 比如保20年,在20年内申雇,不论是什么原因申雇,就能获得申雇赔偿金。 受险,本身就是以人的生命为标的的。 而意外险更不用说了,众所周知的便宜,赔得多。 他带着保险代理人来与我面谈时,说得天花乱坠,说他多么爱我,对我多么好。 给我花那么多钱,就是为了给我个保障。 我心里冷笑,只有中极险,被保险人才能在活着的时候花到。 意外和定期受险,都是人死了才能拿到的。 当然,意外残疾,也可以活着花,意外医疗不算。 我一脸幸福,谢谢老公,但是你那么辛苦,也应该给你也上一份的。 保险代理人十分专业,立即又推了夫妻互保的产品。 或许想到我也活不了多久,这些保费,也只交一次,也怕引起我怀疑,便同意了。 我们双双在电子保单上签了字,从他卡里扣了钱。 我们互为投保人,互为唯一指定受益人。 他太心急,不太懂指定受益人是什么意思? 我们单人的保额,700万。 定期受险,意外险逐险,附加险,全部按照最高保额来买的。 甚至150元一张,保额50万的意外险卡单也没有放过。 电子签完,就是等待指质合同的时间。 他们趁我不在,在家里商量如何让我意外死亡,列举了几十个方案,经过查询大量的资料。 浏览大量网页后,都被一一否定。 其中就包含了让我没气中毒。 不过我们的婚房,不具备条件。 我很感谢他们,将各种杀人方法的利弊,都分析了个透彻,让我不用查,从而留下证据。 大数据时代,你就算将所有记录都删除,警察同样能查到,你曾经浏览过什么。 对比他们心怀叵测,查大量资料想杀我。 而我干干净净,十分完美。 就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。 但,在他们还没有拿出确定方案时,发生了一件大事。 我爸妈继承的那个老房子,要拆迁了。 富贵迷人眼。 他们已经不满足要吞我那套房子,以及我死后的七百万赔偿金。 他们,还想要我家的拆迁款。 老房子在市中心,是我们这第一批商品房,一大片都是又老又旧的。 虽然面积不大,但是房价死贵。 能赔大概三四百万。 于是,他们商量暂且放过我,大慈大悲让我再多活一段时间, 待拆迁款拿到手,哄骗我买房。 然后他们再想办法,写成他妈的名字,当作赠语。 为了能多谈一点补偿费用,何超决定搬去老房子,做了钉字户。 而我们的婚房,就说出租一间出去,补贴房贷。 那成租人,就是小三,和刚几个月的私生子。 签租房合同那天,我在场。 那孩子,长得跟何超像极了。 而且,是个儿子。 我打内心恭喜他们,他们家的皇位,有人继承了。 我猜,这私生子跟何超长那么像,应该没有做过亲子鉴定吧。 我们搬到老房子,婆婆经常过来看我们。 不对,是在小区打探情报,究竟什么时候拆迁,什么时候能拿到钱。 我依然像个保姆一样。 他们马上就要有钱了,就要成为千万富好了,所以越发看不上我。 我都能猜到他们整日都在想什么。 除了念着钱什么时候拿到,就是整天算计,该怎么才能不着痕迹杀掉我。 正如我整天都琢磨,该怎么杀掉何超一样。 在搬进来第一天,我开火做饭时,风将火吹灭了一次,我就有了初步的想法。 而根据他们之前分析的,煤气泄漏,一氧化碳中毒,这个方案,在这个老房子,已经具备了实施的条件。 但,中毒容易就回来,若是加上爆炸,那就真的尸骨无存了。 但,怎么把我从这事当中摘除,就是个问题。 同住的人,要怎么才能排除嫌疑? 发生爆炸时,我不能在场,但是我必须拥有完美的不在场的理由。 这个理由,我想了好几个月。 直到,前几天,我无意间经过那条路,发现正在翻修,我一个不小心,差点掉入那个下水道时,我灵光一闪。 一个完美的,合理的不在场证明,在脑海浮现。 若是在家里发生煤气泄漏,甚至爆炸时,我不小心摔在下水道井中了呢? 摔下去,肯定会受伤,我有手机,可以求救。 不行,我必须无法求救。 摔下去,受伤昏迷了,所以无法求救。 对,合情合理。 至于我为什么要走那条道,很简单,去帮何超买烟。 或者想个其他什么借口,我想不出来,只有买烟。 紧接着,我需要一个时机,让何超在家,且合理地让煤气不小心泄漏,合理地关窗,且不能让何超发现。 甚至,能够让屋子合理地出现火源。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 他如果在家,根本可能闻不到煤气味道,更不可能会在煤气满屋时,点火。 没有想到,上天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。 这几天,气温下降,连续阴雨。 何超感冒了,他一直抱怨,鼻子堵,呼吸都困难。 都怪我们家的老房子,楼层矮,又阴又潮,让他生病。 鼻子堵,那就是闻不到什么味道了。 感冒了,吃了药应该会昏昏欲睡吧。 我觉得,时机成熟了。 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,将所有的流程,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,确保没有任何的闪失。 毒,这是一场好毒。 第二天,我按照计划,炖排骨,何超爱吃,这是合理的动作。 关窗,是因为何超感冒了,天又下雨又刮风,一般家庭都会在下雨天关窗的,合情合理。 煤气泄漏,是因为小区老旧,没有安天燃气,用的老旧的煤气罐,而且灶台老旧,的确很容易自然熄火,小区很多人家都这样。 何超一个大活人,为何会闻不到煤气味道? 因为他感冒了,鼻子堵,而且还吃了药,昏昏欲睡,所以根本没法发现煤气泄漏,合情合理。 至于为什么会爆炸? 这一点,我只是读。 他是离不开烟的人,床头没有烟了,所以会让我买,我就有合理的理由从菜市场,走那条路,从而摔进下水倒井。 而他睡醒了,会起来上厕所,便会看见桌子上还有烟,他只会以为是自己昨晚吃饭时放在桌上的。 一早上没有抽烟,他定会迫不及待地抽。 一旦点火,当然,这些计划,有太多不确定因素。 不确定何超会不会睡,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醒。 不确定他会不会闻到煤气味道,不确定煤气泄漏的浓度,是否足以毒死他。 不确定他会不会起来,会不会看到桌子上的烟,拿起打火机,至于他让我买烟。 我可以说是口头说的,合情合理。 但以不清楚烟的名字为由,让他发信息,更加实锤。 毕竟一个从不抽烟的女人,对烟的名字,是真的不懂。 就像女人的化妆品,男人不懂,粉底液和气垫,高光,阴影,修容,眼花缭乱的口红色号,一切,都是生活中合情合理的细节。 但,就是这些细节的组合,要了合超的命。 办理保险理赔,需要公安机关,或者派出所开具地认定为意外死亡的证明,火化证明,以及个人证件。 已经过了一周,警察已经将事故现场,以及我的合理不在场证明,都调查了个遍,包括合超出轨。 但警察可管不了别人出轨不出轨的。 令我惊讶的是,警察居然找到了监控,证明那天,我撑着伞,是不小心掉进下水倒井。 原来,为了防止有人偷钢筋,工程队新装了一个监控。 监控上显示,我掉进去的时间,是10点49。 我微信上合超,给我的信息是10点29,从家中步行到菜市场,大概10分钟,逛了一回。 买山药,削皮,5分钟,从菜市场出发到发生意外,大概5分钟。 期间,没有任何人经过。 过了两个小时,才有人经过,发现了那把伞,我才获救。 我的不在场证明,行程完美必还。 而根据现场勘验,就是煤气泄漏,男主人感冒睡着了,醒了过后,鼻子不通,在客厅抽烟。 点火那一刻,发生爆炸。 至于窗户,这种天气,家家户户都关得严严实实的。 这次爆炸,就是单纯的意外。 所以,警察以意外结案,还在小区进行了煤气安全教育。 当我去找他们开具意外死亡证明,用以领保险金时,我看到,警察眼眸中浮现出异样的光。 那是猎人,遇见猎物的眼神。 但他们不动声色,将证明开给了我。 我要利用他们,既拿到赔偿金,还要拿到我应得的财产。 毕竟,前婆婆那边,还没有动静,我和何超的财产,还没有分割。 现在,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 为防止他们狗急跳墙,同时保证我的人身安全,警察监视我,其实也是变相保护我。 就算我不这么做,保险金很快也会爆出来,我照样会被怀疑,不如大大方方。 果然不出所料,警察找到了那个保险代理人,一番调查要买保险的人是何超。 再三咨询死亡赔付细节的人,是何超,让代理人做计划书时,做最高保额的,是何超。 保险代理人与何超的微信聊天,清清楚楚。 而我,只是当天一时感动,让我的老公买一份同样的保险罢了。 出轨,撕生子,巨额保险。 警察嗅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,是针对我的阴谋。 他们重新查了何超没有被完全炸坏的手机,专业的数据修复后,长达一年的计划杀气。 各种杀人方法的查询记录,怎样买保险赔得更多。 但,他们还没有实施。 所以,法律奈何不了他们。 只是,警察开始怀疑,我知道了他们的目的,所以反杀。 好在,我在发生爆炸当天,回我们的婚房,便将所有录音笔,监控,全都拆了。 否则,我为什么要去自讨苦吃,被钱婆婆打出来呢? 警察甚至传唤我,让我提供了手机,翻来覆去查了个遍,都没有查到我有任何关于保险,关于杀人,关于煤气等的浏览记录。 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,只得相信,我真的是个可怜的女人。 老公出轨,养私生子,一家人整天计划着杀我,夺我的遗产,我的保险金。 我还哭哭啼啼,每天沉浸在老公去世,被婆婆误解,赶出家门的痛苦中。 我查不撕,饭不响,头不输,脸不洗。 江丧夫的痛苦,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就连保险金,都是别人三催四催的,我才去找警察开证明去办理的。 我甚至在老公为数不多的尸块火化时,哭得晕倒了。 为了能晕得更真实,我可是好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米。 我就是个完美的受害者。 这是警察对我的评价。 拿到赔偿金后,钱婆婆带着小三和私生子,打上门来。 此时,我已经在外面租了一套便宜的房子,单间,很简陋。 他们上门的目的很简单,我和何超的房子,钱婆婆去办理继承,但,没有我的放弃继承声明,她过不了户。 还有,问我要保险赔偿金。 你就是个桑门星,嫁给我儿子,不仅没有给我儿子留个后,工资也低,吃我家的用我家的,你识相的话就把放弃继承签了。 我委屈,妈,那个房子首付是我和我爸妈付的,还借了些钱。 钱婆婆,你不要给我讲这些。 房子上面有我儿子的名字,房子贷款也是她供的。 她现在死了,理应由她的儿子继承。 你算什么东西? 我不可置信,什么儿子? 我看向那对母子,他们不是租客吗? 钱婆婆有些得意,这是我的亲孙子。 不像你,那么多年下不了一个蛋。 我儿子的遗产,自然应该由我孙子继承。 我的腿还没有好,我摇摇欲坠,对老公的背叛不可置信,痛苦,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阿超,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,钱婆婆,晦气的东西。 快点签了,还有,我儿子的保险金,马上打给我,否则,我就去告你,侵吞我儿子的钱,让你坐牢。 妈,那个保险金,受益人是我,你放心,我以后会给你养老的。 什么?你不给我。 你这个贱人,丧门星,败金的玩意儿,你就是图我家的钱。 你把我儿子害死了,还侵吞他的财产。 你这是要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? 你是想逼死我呀? 大家快来看,我租的是老小区,一楼,不格阴,很快,便有很多人围观,对我指指点点。 我像是一个恶毒的小三,害死了人家的儿子,老公,还霸占人家的财产。 钱婆婆对她造成的局面十分满意。 我红卓眼辩驳,妈,我没有,是你儿子出轨,还生了私生子,房子是我家买的。 保险金是指定我为受益人,我不会放弃的。 你这个贱人,我的孙子才不是私生子。 我打死你这个贱人。 他扑过来,又朝我身上打。 我一个瘸子,自然打不过,我也没有反抗。 这不符合我柔弱,受尽欺凌的形象。 好心人报了警。 我身上多处受伤,都不用做伤情鉴定,肉眼可见的血淋淋。 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,如果做伤情鉴定,根据我的伤, 前婆婆会被行政拘留15天,罚款200至500元。 15天就出来,我何必呢? 见我没有回答,前婆婆又跳起来要打我,说我害死她儿子,霸占她的钱财,不给她活路,要打死我。 都被民警拦住。 我被威胁,只能委屈巴巴说算了。 对不起警官,给你们添麻烦了。 民警看了眼一旁的私生子二人,再看看我这懦弱的样子,眼神充满怜悯。 之后,他们又来闹过几次,前婆婆和小三,都发信息,打电话威胁。 无非就是让我将钱给他们,还要签放弃继承的声明,否则就对我如何,对我爸妈如何。 我全部存起来。 然后,我收到了法院传票。 他们将我告了。 第一,告我过失杀人。 因为我将何超单独留在家里,导致煤气泄漏,害死何超。 要求我赔偿他各项损失,共计250万元。 当初负责勘察现场,以及调查何超死因的警官们,都出庭了,并提交了证据,证明何超死是意外。 我没有任何杀人动机,能力,以及时间。 前婆婆败诉。 第二,告我侵吞何超遗产。 我提供了当年买房我爸妈的出资证明,我个人的出资证明,以及购房合同贷款合同。 房管局打印的房产信息明细,房产证捏在前婆婆手中,证明产权人是我和何超,而首付是属于我婚前财产。 同时,我提供了我的租房合同,小三的租房合同,证明我没有住在自家家中,而是被赶出去,在外独自居住。 然后,我提供了保险合同,证明我就是指定受益人。 指定了受益人,身雇保险金,便不会作为遗产分割。 最后,我提供了前婆婆打我,在派出所的调解书,以及这段时间,两人威胁我的短信。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之前负责合超案子的警察,向法庭提供了一份材料,我猜测,应当是他们意图谋杀我的证据。 我委屈地哭。 妈,合超走了,我会将您当亲生妈妈一样照顾,给您养老的,该您的钱,我会一分不少给您的,可是您为什么会,我哭得很伤心,令所有人动容。 随即,他们的律师提出,遗产应当有合超儿子的一份。 我,妈,很对不起,我没有给合超留下一儿伴女,那个孩子,若真是合超的儿子,理应分一份的。 于是,法官让小三提供有效证明,证明这孩子,就是合超的亲儿子,就可以依法继承合超遗产前婆婆,她就是我儿子的种。 法官,请出示亲子鉴定。 前婆婆,我这就去跟我孙子做鉴定。 律师,只能直系亲属做鉴定。 也就是,孩子与亲爹,做的亲子鉴定才算。 但是,合超已经被炸成了尸块,结案后,已经火化了。 是前婆婆说的,让她的宝贝儿子早日入土为安。 他们,根本不可能证明,那个孩子,就是合超的亲生儿子。 律师费了很多口舌,去解释这是为什么。 但前婆婆一律不认,她只认那是她儿子的亲生儿子,是她的亲孙子,就必须要继承她儿子的遗产。 而且要大头。 最后,甚至在法庭上咆哮,说律师,法官,都被我这个贱人给收买了,就是为了不给他活路,要逼死他们孤儿寡母。 结果就是,差点被以藐视公堂罪逮捕。 法庭宣判,我和合超的八万存款,是夫妻共同财产,一半归我。 剩余四万,合超的法定继承人平分,我和前婆婆一人两万。 我总共六万,前婆婆两万。 我们名下共同的房子,首付由我以及我爸妈出资,占总房款的70%,属于我婚前个人财产,不参与分割。 婚后共同还款部分,以及增值部分。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,我分一半,剩下的我与前婆婆平分。 当初买的时候,花了一百六十万,一百一十二万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。 如今房子价值一百九十万,七十八万为共同财产,扣除当初贷款四十八万,还了几年,还剩大概四十二万多贷款。 也就是说,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,只有将近三十六,我先分一半十八万,剩余十八万。 我与前婆婆平分,一人九万。 车子贬值,只剩几万块价值,作为和抄给婆婆的赡养费,我也没有计较。 最终,我给前婆婆九万房款,以及两万存款,一辆价值几万的车,她放弃房子产权。 眼看到手的几百上千万费了,他们自然不可能会接受,于是继续上诉。 还继续来找我闹,并且死活不搬走,拒不配合房子稀产,我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 我成功继承了房子,以最小的代价。 我赔了小三几千块钱的租房违约金,转手将房子卖掉。 而后,我将小三告上法庭,要求返还我与和抄婚姻存续期间。 她用夫妻共同财产为小三花的钱,包含一辆十万左右的小车,几个名牌包,金项链,金镯子,金戒指,为她租房的房租,每个月打的生活费等等。 一共二十五万。 我很善良,领头抹去了的。 我作为何超的法定妻子,拿结婚证,火花证明,去银行邋遢的流水,易如反掌。 他们找我闹得很厉害,包含但不限于诅咒,威胁,撒泼,谩骂,动手打人,找人上门打。 我没有再受过伤。 我是一个胆小懦弱的可怜女人,就连告小三返还钱财,都是律师看我可怜,向我建议的。 为了保护我自己,我在派出所附近租了个房子。 不管谁上门,我都指着监控说,不怕坐牢就来打。 最后,法院强制执行。 是钱婆婆掏了钱,替小三还上了我的钱。 这部分钱,还按照法律,分了一部分给钱婆婆。 他们最后,一无所有。 小三大好的青春,不可能浪费在河家,所以,她偷了钱婆婆的钱,扔下孩子,跑了。 后来,钱婆婆抱着孩子来找我。 她说我已经没法生育了,她将河超的孩子给我抚养,让我当作亲生儿子。 不然我这么多财产,以后都没人继承。 我给了她两百块,像打发乞丐那样。 她又开始无休止地骂我。 我见她瘦了很多,苍老了很多,一脸疲惫。 后半辈子,应该会过得很痛苦吧。 我没有告她害我流产,终生不孕。 第一,没有证据。 第二,若是她坐牢,每天有吃有住,还定时放风,有人权,还可以采缝刃机,多么舒坦。 她不配。 她必须在外面,一把年纪,喂养她家皇太子,辛苦劳作。 直到死,邻居都夸我大度,还给小三的孩子红包。 如果是他们,不打出去就算好的了。 我叹气,爱,孩子是无辜的。 邻居们恨铁不成钢,你这人,什么都好,就是心善,人善被人欺啊。 我家的老房子,也确定了赔款方式以及金额。 总共四百多万,加上保险金七百万,卖房的一百多万,我家总共一千多万了。 我给爸妈买了好几处房子,用于出租,升职,一部分存定期。 然后,搬了新的地方,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。 从始至终,我都是那个善良的,甚至是软弱的,可怜的女人。 任谁谈起我的故事,都会认为,我是受害者。 被和家人欺凌,老公出轨,婆婆恶毒,小三上门,抢夺财产。 还年纪轻轻,就无法生育,还守了寡。 我就是个完美的受害者。 毫无破绽。 全文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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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